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以色列的逃城在哪里?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德国圣经将续是 《优书亚记》的第20章1到9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小域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 使那五星而误伤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作为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 献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 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里的长老听 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 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若是报血仇的追着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人的手里 因为他是素无仇恨五星杀的人的 他要住在那城里 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等到那里的大祭司死了 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塔利山地 分定加利利的基地师 在以法连山地分定四件 在优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又在约旦河外 从旅边支派中 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 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拉的拉末 从马拉西支派中设立巴桑的戈兰 这都是为以色列众能 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能 所分定的地义 使物商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 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 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 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按照支派 发分的土地 他们都获得了大约六百年前 要不让时代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 以色列在那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走到了这里 那么我希望说这也能够教导我们 耐心永远是上帝 渴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约伯拉罕住在迦南 但是没有拥有它 以色列在埃及维奴生活了430年 没有继承土地 然后离开埃及的那一代 由于他们自己在加地斯巴尼亚的叛乱 而没有继承这片土地 因此在第二代真正继承迦南之前 又在旷野漂流了40年 上帝遵守他的诺言 现在留给以色列人要做的 就是保持忠诚 这是他们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那么本章是关于逃城的设立 这些城市将在以色列的 斯巴尼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们是 有能在无意中杀的能 可以逃避暴雪 仇者能够居住的城市 那么我们在民书记第35章 就了解了这些城市的概念 但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充分了解 上帝设立这些城市的意图 那我们重新阅读 《生命记》的第19章1到13节 耶和华尼神将列国之名剪除的时候 耶和华尼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 你接着住他们的城义 并他们的房屋 就要在那耶和华尼神 所赐你伟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 你要将耶和华尼神 使你承受伟业的地分为三段 又要预备道路 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误杀的人逃到那里 可以存活 定义乃是这样 凡树无仇恨 五星杀的人了 旧奴能图宁舍图怒树林 砍伐树木 走老胡子一砍 本想砍下树木 不料斧头脱了吧 飞落在宁舍身上 以至于死 这能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可就可以存活 免得暴血仇的 心中活的追赶他 因怒人就追上将他杀死 其实他不该死 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丑恨 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 耶和华你神 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 扩张你的境界 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 存拿给你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 爱耶和华你的神 常常遵行他的道 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 在天三座城 免得无辜真人的血留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违业的地上 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若有能恨他的领舍 埋伏 埋伏着起来击杀他 以至于死 便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 本身的长老就要打翻人去 从那里带他出来 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 你也不可顾惜他 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 无辜血的罪 使你可以得福 那么这些城市并不是一个可以逃避审判的地方 事实上逃亡者必须要被审判了 去确定是否有故意杀人的行为 如果这个人犯了故意杀人罪 这些城市就不能用来逃避死刑的审判 然而误杀人是神损联名的 因为报血仇的人虽然有存杀死 留自己亲人血的人 但是如果这个非故意杀人的人逃到了那个城 他们就可以被留下来 住在那里 直到大祭司死去 那时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 而不愿再害怕 报血仇的人来杀死 但他们是不能够完全自由地去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有六个城市被定为逃城 三座在约旦河东 三座在约旦河西 约旦河东南有铝变之派的比西 中有加德之派的纳墨 北有马拉西之派的哥南 在约旦河西 在南面有优大之派的西伯伦 在中间有与法连之派的士剑 和拉普塔利的基地斯 这六座城市的位置 使得约旦河两岸的任何人 都不会离其中一座城市太远 以至于说如果需要的话 他们就可以逃到其中的一座城市 当然最理想的做法就是 不要去不小心杀人 那么在下一章当中 我们将继续学习赐给立位人的城市 那今天的学集我们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下一周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